2022年6月19日,经典重唱歌剧音乐会在中央歌剧院剧场上演。 重唱是歌剧艺术中独有的表现手法之一,是两个或多个角色,在同一时间点精确地唱出各自不同的唱词和音,从形成或音长或和声的表现方式。 它巧妙地把各种元素揉合在一起,以准确生动的演唱烘托氛围,在歌剧中不仅能起到推进剧情发展,让剧中人物更加生动的作用,还能使整个音乐更加富有层次感,营造出更浓厚的氛围感。 本次演出涵盖了歌剧重唱中的多种形式,并挑选意大利歌剧,德奥歌剧,法国歌剧,三个主流歌剧流派具有代表性的十五首作品,包含古典时期,浪漫主义时期,以及现实主义早期的歌剧作品。 本次演出由中央歌剧院二十位一线歌唱家倾情演唱,为观众带来一场独具重唱风格的演出。 重唱它是在一整部歌剧里面,其实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,它是需要去表达每一个不同角色,他们都需要此时此刻的一些想法,或者他们有一些共同看法,都会在这个重唱中去体现,去表达。 以往都是独唱,或者最多二重唱,甚至是三种唱,那么今天就是用重唱的这种不同的形式,让大家体会到这种在舞台上这种多声线的这种欣赏的角度,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。